欢迎来到Interesting,我是你们的小语 史蒂芬霍金这个小语全球的名字,大家肯定不陌生 在2018年3月14日,霍金逝世,享年76岁 引发了全球各界的悼念 然而在今年10月22日,加士德拍卖行在线上拍卖了英国已故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22件遗物 这次拍卖所得远超预期啊 这次拍卖会的主题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出售的所有霍金遗物都远超之前的估价 论文就是以估计的三倍成交 还有那件在纪录片中穿购的短夹克也卖出了天价 还有各种奖章 其中那把轮椅估价在1万到1.5万英镑之间 但是实际拍卖价格却是这个估价的近10倍 最终以29.7万英镑成交 不过令人可惜的是 这次拍卖的并非那辆极黑科技为一身的轮椅 只是霍金用来出行的一栏轮椅 红色绿色皮革Penny & Gels驱动控制技术制造了轮椅的马达 简约的金属框架 这就是轮椅的全部了 拍卖方还亲切的为众标者准备了一个金属脚踏板 和一个皮革覆盖的电子支撑 虽然是一件看上去有点奇怪的拍品 但是霍金在该轮椅上被拍了很多张照片 因此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只能说这样的一把轮椅 以这样的价格成交是它的纪念意义价值 普通人购买之后根本不会用的 虽然轮椅依旧保存完好可以开动 甚至拍卖方贴心准备了脚踏板和电子 但是没有正常人物开着这么有机灵意义的轮椅去散步吧 目前这笔拍卖所得共计182万英镑左右 霍金一物拍卖所获款项 将全赠给霍金基金会和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 欢迎走进Interesting 好场玩有趣都别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有 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 好场玩